埔里镇头七十三至一道路因为排水不良 每当好大雨入面积水就相当严重 在副一长排育权服务处以及地方民众及里长的陈情之下 县长徐淑华到现场进行会堪 和陈里长陈信顺表示 因为此一道路是农民产业运输重要的道路 但因为排水问题也让农民相当的困扰 因此希望县府能够来改善 让农民的产业运输可以更加的安全 这是排水系统 楼大方围的楼都在这里 它的小寒洞消不过 消不过都没水高 现在就是里面这些八成大家出集的反映 看管长可以来改善 因为这是头七十三之一 工作不能做 都管府的 不知道今天拜托管长来青年看 这就是头七十三之一 会变到 当然要出集在这里 大县这里都要出集 县长徐淑华表示 来到现场会堪 发现因为排水系统问题 导致雨水没有出入 因为整条排水系统建设 需要近五千万元的经费 因此县府除了会积极地向中央 争取大笔经费来进行整体改善外 县府也会进行路面的排水疏通工作 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上来会堪之后 也发现我们的水沟处目前在这条路上只有一处 那我们先把这个比较要紧的部分 这个缺口先把它打开 先保持一个水流的畅通 但是我们里长跟地方民在建议的 如果我们后续把整条水沟都要做起来 这个预算大概要将近在五千万左右 那么这个县政府我们会把这个列为重要的地方的建议案 那么积极地来向中央争取 希望能将近处更大别的钱把整个道路来完成 希望在这个梅雨季之前 我们把这个水沟能够把它做好 那路面把它铺设好 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安全 副一长排泉肯定许县长关心农民运输安全 云落改善路面积水问题 希望除了目前规划的积水改善之外 县府相关单位也能够积极地争取经费 来进行全路段的排水沟施设 让农民的产业运输能够更加的安全 记者陈文一 普立正采访报道